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至今推出的单品包括了桌子 还有服饰 可是这些商品对于品牌Forestable来说都是载体 他们希望传递在消费之余 也能兼具永续 自然 环保 绿色等理念 让你越买越简碳 让消费不变成浪费 节目现场邀请创业男子双人组合 两位共同创办人哲谦跟袁康来跟我们聊聊 我们先请哲谦跟袁康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哈喽 我是哲谦 可以叫我Jason 大家好 我是袁康 袁康大家都叫你袁康这样吗 是 好 我知道Jason是广告业出身 袁康是演员 可不可以两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跟背景 好啊 我自己是念广告系的 然后毕业以来就是一直在从事着广告相关的工作这样子 我前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澳美广告这样 但是在广告这条路上 其实中间有岔出去稍微油上碗水了一下 我跑去那个周杰伦底下的潮流品牌叫做Fantasy 在那边做过一阵子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从可能国高中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这个年岁都一直大概在像你说流行文化街头文化 或潮流文化里面 对 里面这样子 所以你在潮流文化里面长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 世代 对 没错啦 就是我很喜欢这些东西 我很喜欢去研究他们这样子 对 那阿康呢 我以前是 我是篮球运动员 然后念化学工程 然后开始 然后跑去演戏 对 接触模特儿 然后开始演戏 然后后面也有开制作公司 就影像制作公司 那当然跟Jason的缘分也就是在他 他在Fantasy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产品啊 平面的拍摄工作 然后开始有接触到他好久了 七八年前 应该有 应该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家伙 潮流挂的人有时候会有一种屁屁的感觉 对 对 或者是三生也可以屁屁的感觉 对 屁屁的感觉 对 然后 但他不是 他会让我感觉到一个潮流宅男的feel 有 那么点 他比很多人都懂潮流这件事情 可是他却没有很外显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种feel 我只是比较nerd一点 对对对对 你有这种nerd感 专家感 对对对 然后虽然很 他知道很多事情 对 虽然很喜欢 然后知道很多事情 可是就是静静的埋在那 这样子 就像我们正式开路之前聊到球鞋 就说我们球鞋都不卖的 是 对 收集很多球鞋 可是我都不卖的 是 不敢说很懂啊 就是很喜欢研究这件事情 好 你越说你就越nerd 那种感觉就越重 对 因为那时候就有感觉到这个人 跟一般我们 我至少我平常接触 但我不是说那些人不好 或者是他们怎么样 是很特别 风格不一样 对 那风格 哇 我喜欢这种研究感 大过于他在追求他那个表面的东西 酷啊 炫啊 然后永远抢限量啊 这种感觉 是 OK 所以潮流是你俩之间 共同关键字也是结缘的开始 没错 可是创业这件事情 不管做什么 决定创业这件事情是谁开头的 即使我 对 接生 接生开头 因为我从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离开澳美 那我就在想说 诶 在这个人生阶段 我好像可以再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 对 那就经过了一些聚会 因为你就有时间了嘛 就常常跑一些聚会这样子 然后在那时候发现 诶 我手边的资源 以及我现在经过毕业到现在也十多年了 累积的一些工作上面的know how 也还有人脉的部分 这些东西 诶 加总在一起 我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 是 对 那至于那是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从我自己心里的那个梦想来去看 对 那最一开始其实就是 诶 我想要 因为一直浸泡在这个文化里面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 喜欢这个文化的小朋友们 他应该都有这样子的梦想 如果能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那该有多好 对 能够穿自己的品牌的衣服 哇 那真的太帅了 对 很单纯 就想干这件事情 所以你反而是因为想要拥有自己的品牌 所以想要创业 可以这么解释 对 那只是在这 因为从 算是从年初正式开始启动这个project 然后不断不断的修正之下 我发现 诶 我们好像可以越做越大 对 所以才慢慢的一直去修正 一直让他不断的去长大这样子 我们没有去局限我们自己 所以那个original idea也是来自于Jason 对 可是我不确定 就是说 你有了想法 你有了一个品牌 嗯 然后想做自己的品牌 问题是那个品牌是什么 产品是什么 产品会是什么样的风格 他要传递什么样的价值 这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了想法你就确定做法嘛 因为比较多的媒体露出 其实现在都着重在你们现在的这个产品 就是买T-shirt 送了NFT的这个发表上面 可是我想回到再开头一点点 就是说你们一刚开始想要有自己的品牌 可是你们打算怎么做 然后你们有设计了什么路径吗 或是设计了什么做法吗 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尝试吗 一开始就有 因为你知道很多的创业家其实都伟大的航道嘛 嗯 所以就是你是一开始就很清楚 我的伟大的航道就是这样 然后方向就没变吗 还是你们还有做一些修正 我刚才在听杰森讲 他关于那个 他因为喜欢想要用一个品牌就可以创业 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像 大家都知道牛奶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 牛奶对身体很健康或干嘛 有些人未必反对啦 对有些人未必反对 但绝大多数的价值就是好的 所以当你想要喝牛奶的时候 你就开始想了如何喝到新鲜的牛奶 你就开始养一头牛 然后当你养一头牛之后 你就发现这头牛要养好 它必须要有好的牧草 好的环境 你就开始种牧草嘛 你就开始去寻找更棒的土地 去建立更好的农场 结果你养着一头 瞬间变两头 再变三头 你就变成一个农场主人 那我觉得杰森在做他的 这个idea的发想的时候 有一点 对我而言就像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你已经加入了吗 还没有 是他今年 三月 去年底 去年底 去年底跟我聊这个事情 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制作公司 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点点疲累了 然后好想要去换一个环境去继续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发挥创造力 对 然后当他跟我提这个idea的时候 当然就提到一些关于永续的概念 然后我就哇衣服 因为本身就喜欢潮流相关的东西 然后他又提到永续概念之后 二话不说就觉得 这个是应该要做 而且他是好的事情 所以才开始了这样子更密集的接触 那当然在同时他自己也是一直在这个里面去分享很多他的想法跟他的概念 所以我会觉得对于这部分 他就是那个牧场的主人 可是那为什么是永续 养了牛就宰了 然后卖牛排就好了 对 为什么要永续 我们回归最原始的那个idea好了 其实因为我们浸泡在这个消费文化里面其实非常的久 我以为你要讲牛奶 牛奶浴其实也不错啦 对 那在这个消费文化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不管是炒作 或是过度购买 就是烂买的一个状态出现这样子 那其实 然后假货 假货对 那也是衍生出来 那也是另外一种烂买 烂或是过度制造 高级A货 那我们其实很希望就是大家去选择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说今天流行什么 我们就一窝蜂去购买什么 我觉得也是因为刚好我到了这个年岁 我知道我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我真的什么东西适合我 那我会去做这样子的购买 对 我还是会想要买东西 我不是只买我需要的东西 但是至少的这个想要的东西是会让我用比较久的 因为要以前的那个 大家都说从模仿开始嘛 模仿跟风开始 那你去做这些购买的时候 其实你常常是受别人的影响 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你去买了很多 比如说你可能穿了一季 或是一年之后 它就一直躺在你的衣柜里面的 这样子的单品 那我不想要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最一开始original的想法 为什么会有环保绿色的永续的意念在 其实是源自于这一点 所以这好像也跟你们品牌定名是有关系的 Forestable这个字是可以拆解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我觉得Forestable也好 Forestable也好 就你爱怎么念就怎么念 反正它是一个自创字嘛 对那Forey呢 其实有往前进 Move forward的一个概念 那Stable其实是稳定的 我们期许我们的世界是长这样子 那Forest森林 森林你可以讲说它是环境的部分 那我们好像可以able去做一点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看到我们的logo的话 它是一个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其实 它是可回收 对 它其实是从回收标章 被转化而来的一个符号 那三角形这件事情 它又是一个很平衡 很象征balance的意念 对 那个三角形的logo 其实是我用手画出来的 那那个手绘感其实 它跟自然里面的一些 所谓我们的不完美的完美 有时候它自然里面你找不到直角 你找不到一些正圆正方形 那是为什么 那也是为什么它没的地方 OK 那聊聊你们第一个产品 其实第一个产品 并不是现在最近发表的这个 在很多媒体上面可以看到的 my t-shirts on nft 就是如果用比较通俗的媒体 下标方法是这样 那在这之前 我们先聊第一个产品好不好 好像叫做ftable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源自于刚刚我们讲说 我们不想要人家去过度消费这件事情 那在我的衣柜里面有这么多 曾经没有过度消费的衣服也好 或什么 它可能是一些品牌 比较iconic的商品 这样子 那我只是在想说 它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重生 变成另外一个样貌出现 那刚好那时候适逢疫情嘛 大家其实在家里 对于家里的摆饰这件事情 其实需求 大家会开始注重自己的 家里是不是有被装饰 因为没地方去 所以就更注重家里的环境 对 没错 那后面你也看到了嘛 其实Forest Table 后面其实是一个Table结尾 所以我才想说 我们第一个的产品 我们好像可以用服装 来去结合家室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拆了很多 不管是国内外的品牌 它很比较经典的 然后我们重新把它做成 跟一张桌子去做结合 然后来去做贩售这样子 可是它是大量生产吗 其实它都是1比1的 每一张桌子都只有一张 对 所以老实讲 每一张我都很喜欢 对 虽然都卖掉了 但是就是我喜欢 但我也心疼这样子 对 可是回过头来聊一个概念 就是说 其实ECONX你们设定 想要做的是服饰品牌 以服饰为主要作为产品 这样子 可是后来发展发展 我知道包含袁康的加入 然后包含你们也跟 像是顾问啦 或是创业路上的伙伴聊过 你们越来越把Forestable 越来越像是一个品牌 它并不只会 产出单一的产品线的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怎么出来的 其实当初在谈 这个概念就是在 因为Jason那边 有一个很棒的顾问 他可以在我们 在讨论我们的创业的想法上面 会提供一些他相对应的意见 然后我们也是在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 开始知道了地方创生 这个东西 我知道的时候 其实是蛮惊喜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对于台湾各个在地的生活 跟民情风俗 我很喜欢 像我就很喜欢花脸 是 很喜欢台东这种偏向的地方 嗯哼 然后刚好Jason这边 也有相关的 很多这样子的一个 资讯跟资源 是 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之中 就开始跟Jason去聊说 哇衣服的确是我们最喜欢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能做什么 嗯哼 地方创生在这个时候加进来了 嗯哼 一加进来之后 两个人就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 因为我们可以去结合更多土地 原本他存在的东西 跟在这块土地上面 努力做这些事的人 嗯哼 然后我们发现 哦哦 我们好像可以再做一点什么 我们还可以再前进到哪个地方 然后后面Jason 当然也就 有了更 不一样的理念 所以他从 那个牧场的那个 养一头牛的人 开始变牧场的主人了 他就开始规划很大片的 对 很大片的结构 跟组织这些地方创生 能加入的地方 这个可以 可以思维转换 对 那个完全不一样了 在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从 那个 fantasy变成无印良品了 哦 应该 我用你刚刚的形容 重新解释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 只卖牛奶的牧场 我们里面 任何动物都会有 我们甚至还提供 比方说油橙 或怎么样子 which means 就是刚刚讲的 为什么可能 我们讲无印良品 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 你在生活中 在你的整个life的 不一样的lifestyle 里面 你都可以用到的一些产品 是 对 不管是你洗澡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保护 你的衣柜里面的皮衣 夏天最近穿不到嘛 像这样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来自于 我们跟这些团队们 一起去激荡出来的一些火花 然后去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产品 这样子 那我们想要用 Forestable 这一个品牌 去把它做一个 它有点变成一个 复活式的一个lifestyle的一个品牌 是 那打包了台湾最在地 跟土地相关的这些的产品 最后 eventually 我们可以去 对世界去 真的再去用这个品牌去销售台湾 这样子 好所以就来到了第二个产品 叫Forestable 313 Collection 我这样念正确吗 可以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collection 然后它整个消费者的旅程是什么 它好像也不是只有T-shirt 跟NFT 这么简单 背后其实有一个还蛮重要的 资讯要传递 这个东西其实它在发想的时候 最一开始其实是跟着Table一起做的 跟Ftable一起去思考的这样子 那这个系列 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 算是最original 刚刚讲到服装的一个系列这样子 对 那创造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说 我们到底要 背背都是T-shirt 对 那我要怎么样跟别人有一种不一样 背讲好像跟思思一样 对 都是T-shirt 我要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 那以及如何去把 我们想要传递的这个讯息 因为我们品牌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做东西 我们要传递的 传递讯息 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去让这个东西 它相对更有意义一点这样子 嗯哼 那某一次聚会上面 一样是我的就是蛮好的Mentor 他们给了我一个idea是说 最近他们其实有在做跟探权相关的一些研究 跟事业这样子 那欸 maybe 探权这件事情 它可以加入你的整个collection里面 哦 去 传递更多不同的讯息意义在这样子 对 如果 讲说它是一个碳中和的一个商品的时候 其实这个概念 因为永续绿色一直有很多品牌在做 但是好像比较没有人去把这个东西去把它放到你的产品的东西里面 那一开始我听到了这个idea之后呢 我就是一样嘛 因为很nerd 所以疯狂回家研究 就是疯狂的研究 所以刚刚就跟我们说2026年欧洲什么要针对什么 对 看了超级多的paper之后呢 发现探权这东西还是一个很空泛的东西 然后刚好因为那个聚会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是 然后同场也有一些前辈 他们在做就是跟区块链相关的事业这样子 那我们想说刚好这个timing点 这么一个虚幻的东西 这么一个没有重量的东西 应该要结合另外一个更虚幻的东西 但是因为那个虚幻的东西 它让这个数位的东西它有了重量 是 探权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因为上链了 对 因为上链了 变成一个NFT之后 它其实有了重量 是 对 所以我们才把它打包成一个就是 消费者如果你买到我们家的T恤 买到我们家碳中和系列T恤 你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 我们帮你购买碳权的一个凭证 是 每一件T恤 Average的那个制造的排放 大概是15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 那我们会分配每一个25公斤的 碳权凭证 跟绿能的碳权 那这个标的它其实是跟 国外的第三方单位 然后这个标的是在台中的 张宾那边的锋利发电 的绿能碳权这样子 所以overpromise你 让你拿到这件T恤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 碳中和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的这个T恤 你会拿到一个实体的商品 那你还会有一个数位的一个资产 这个碳权就用一个NFT的方式 来让你取得这样子 对 没错 那等于是 我也没有用比较贵的价格去贩售给你 其实也是一个一般 我们在台湾品牌看到的 1000多块的一件T恤 那你拿到之后 你还会有一个数位的一个资产 这样子 那这个资产也其实是 有点像是早期支持Forestable的证明 对 未来我们 会给它更多的privilege 对 人家会问我们说 那你的NFT到底有什么 能不能转卖 或什么的 我也告诉消费者说 你可以转卖 但我相信现在应该没有价值 但是随着我们的努力 我们会让它的价值越来越多 这样子 至少可以换一包咸酥鸡 OK 就这样 如果我们哪一天真的去炸咸酥鸡的话 应该可以换 对 你可以跟誓言咸酥鸡合作 对我而言 我们的NFT就像第一双Jodan One一样 第一双Jodan One的时候不可能像现在卖到 哇塞 各把万 第一双乔丹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吧 差不多2200多块 对 它就是一般的乔丹 对 它未来可以赋能或者是拓充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但是在成本上 开发成本上其实相对低廉 可是又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那这也使得就是说 除了可以附加价值在你们的T恤产品上面之外 也不会造成你们额外太多的成本 这个成本也就不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所以才会构成说像刚刚Jason讲的 我们来购买Forestable的产品 那它并不会因为它有碳权 它有NFT 所以它可能一件就比其他的衣服贵上许多 可是当然我们前面其实也有聊到 就是说服饰产业要来谈谈碳抵消这件事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服饰品牌现在可能都还是采用说 我的生产制程是全数采用绿能 或者是我全数采用再生材料 我使用有机材料 在有机材料的时候又有人权的问题 有些人会说我是用生物机材质 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开发新的fabric 咖啡沙 母粒沙 宝特瓶沙 甚至放大到永续议题来看 有些人强调就是说我是友善生产友善制造 我不是用邪汉劳工 我没有用童工 我没有用什么 那碳权确实前面都聊到 他比较现在还比较早期啦 就还不是那么成熟 虽然说整个世界的趋势 就是会朝向将来要开放碳交易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至少对台湾来说 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议题 那你们为什么还是选择要使用 就是碳抵消这个价值 在你们产品的附加价值上 就是说会不会担心 比如说好我去抵消一个碳牌 我去取的一个碳权 其实只是买一张赎罪卷 会不会担心有这样的质疑 或者是你们怎么看待 拥有碳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事情不只是实质的效益 或者是可能是抽象的价值 我觉得可以分开两块来看好了 一个是产品本身 一个是在制造时候的发生这样子 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我们在制造的时候 我们去抵消了这个所谓的碳排放 会去明他其实有点像是你在制造过程中 你所用的能源是绿能 有点相对这件事情 就是你让消费者知道说 你在购买这个产品的同时 或是我们在制造这个产品的同时 在某一个世界某一个角落 有另外一件好事情正在发生 就是可能是绿能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议题是说 在生产材料这一块 其实我们做了蛮多的研究 就是很多的布料的材质的运用上 很多再生布料的材质 那真的尝试过后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 我们最习惯的一个方式 因为人类的习惯其实是难以改变的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点其实是 因为我跟阿康都是个非常怕热的人 棉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 比较容易接受 也是一般大部分消费者 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样子 那至于问我们说 未来有没有一些再生材料的一些开发 其实是有的 像刚刚我们提到一些 跟一些地方创生的团队 未来也会有类似的东西 是我们觉得合适的材质 对也不断的在开发当中 对那讲到探权这件事情 其实为什么会选探权来去做 老实讲我们只是想要 给消费者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知识 因为这件事情它一直在发生 它只会一直往前走 那刚刚提到了嘛 2026年欧盟要开始收 它的边境的探税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 它最终都会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 那作为一个传递讯息的品牌 其实我们想要让消费者是 我们丢一个钩子给你 对那什么是探权 什么是探综合T恤 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衣服好看 可是他说他有探权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对一个有意识的消费者的时候 他会去研究 他会去往下看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才会真的达到我们 传递讯息的这个目的 这样子 对那为什么我们这样选 为什么我们选NFT 其实也是 对 说明白了就是 在这样子的潮流上面 我们想要去传递一种 这样子的 可能你说政治正确 或者是对地球友善的一个 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运用很多 现在他们会好奇 或者是说他们会 有兴趣的一些议题 去讲这些东西 不然你一直跟人家讲说 北极的冰山要融化了 虽然最近真的是热到爆掉了 应该大家很有感 是啊 对对对 但你去跟小朋友说 哪里的生物要灭绝 或怎么样 他会觉得离他太远 对 因为我讲一个比较 就抽象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选择影响别人 最重要的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 你必须跟他站在同一边 因为当你跟他站在同一边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影响他的想法 我们不是一个说教者 我们不是来告诉你 路要左边或右边的 没有没有 我们跟你站在同一边 看那条路 这条路 我是这样走的 我觉得好像是要往这边 好像往那边 我觉得这边怎么样 我们试着是用讨论的方式 去跟他站在同一边 然后告诉他这些事情 再来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再来就是你的选择 你要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你要怎么面对你未来的样子 那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 开启一个对话 对 我们打开了那一个 打开了那一扇门而已 进不进去那是各自的主张 对 然后我会觉得说像包括探权也好 或什么都好 那些东西 你会理解到这个东西是对世界 是有实质存在的意义 嗯哼 然后包括 会不会是买一张熟税券 这一点其实我跟杰森也讨论过 好多次 我们第一次碰面 就在讨论这个 对 就在讨论这个 就是哇那这样子 大家花钱就可以做环保 其实你想一想看 你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你本来就应该要对你的房间好一点嘛 嗯哼 你本来就应该要 哇打扫 或干嘛 地球就是我们的房间嘛 你做这个事情 并没有不好啊 你花钱买这个 吸尘器是错的嘛 没有错 你是为了让这个环境好一点 只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 比较重要 对对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不是 我是一个补偿心态 是 因为关于这个部分 Jason后面也有一个计划 是让我们自己拥有能生产探权这一个机制 他其实很早就在想这个事情 从我们在讨论探权的存在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们虽然现在是透过第三方认证 去购买封兵那边的探权 对 可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就是 我们必须要拥有我们自己的探权的产出 是 他那时候一直有在寻找 比方说太阳能电板的打建的厂商 嗯 跟刚好我们后面会聊到的一个合作单位 地方创生的合作单位 木桌大人 是 的一个花莲的计划 嗯 他这些东西他都是有规划的在执行 让所有的东西变得更落地 对 而不只是一个空泛的口号 对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在后面再 对 我们待会可以再聊一下 是 让他更落地而不空泛 可是我 因为就是 像NFT 永续 探权 都是一些比较比较新的概念 这么多新的概念 加在一起的时候 要跟消费者沟通 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容易吗 尤其 你们针对TAO Round the 30 一个一个来吧 因为我 或是你们怎么在流程上面设计 让他们自然而然就理解 他就不是用 因为刚刚袁康就说嘛 我不是说脚嘛 我一直跟你讲 什么是NFT 什么是探权 什么是永续 是没有用的 那你们怎么在那个流程设计上面 让大家就是说 我就接受是有这个东西的 那我拥有它之后 我再慢慢花时间去了解 这当然会回到行销端的一些做法嘛 因为我觉得潮流文化 它首先要有艺术的价值存在 那个东西虽然有点主观 可是它是必须要的 就是在潮流的品牌 就是潮流文化这块里面 包括Jason 他本身也是很喜欢设计啊 不管是画画或干嘛 在这里面 他当然有他的艺术展现 跟艺术创作 那这个 这个会是一个 打开跟年轻人对话的一个步骤 是 然后再包括我自己在 不管是在演员 是 或者是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 影视活动 对 它也有一个存在的价值 嗯 因为可能我们在对话的时候 我周围的朋友 表演也是一种对话 是 可以去告诉人家 哦原来 诶你喜欢这个哦 哦你在做这个哦 从艺术面 或者是从这些东西去切入 让大家看到这个事情 是 我们才能吸收 就是我喜欢你画的衣服 画的图案 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图案呢 嗯嗯 我们开始慢慢的从这地方切入 包括碳排放啊 或者是这些碳权的议题啦 那消费者要取得这个NFT很难吗 就是说 钱包要注册啊 就是 因为很多人很多人现在 其实对于持有NFT 用NFT 会忘记却步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 等于搞不懂 那个什么链 然后什么钱包 然后 什么什么什么提示词 对 其实我们当初在选择 合作伙伴的时候 也有考量到这一点 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 合作伙伴 Jaycar 那Jaycar 其实一直在推广 就是台湾的NFT的 像这样子的 不管是marketplace也好 或是发行也好 这样子 是 那其实他们有一个 还蛮不错的机制是 你只要 它有点像是电商 电商网站一样 就是你现在所有人 大概都有电商网站的 会员资格这样子 那 在Jaycar上面购买 或者是你要领取NFT 其实也蛮简单的 一组账号密码 他就是把你的 钱包 所谓的钱包这件事情 他去先 帮你放在你的后台 放在他们的后台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也大大降低了 消费者对于NFT的一个门槛 因为说真的 我当初自己在研究的时候 你说metamax真的把你搞到 就是有时候会 一直很想放弃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 是不是 当然会有真的 NFT的所谓的藏家 或是玩家 会觉得说那样子 我好像没有真正的去 拥有这件事情 就不在自己的钱包里面 但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我们是 一个敲门砖 或是一个钩子 Hooker的一个角色的话 那其实 这样子的方式 让消费者 比较简单的 低门槛的 先去拥有之后 他真的有兴趣 他再去做下一步的 不管是你真的要自己开钱包 一个独立的钱包 或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 还是做得到 对我们现在也有机制 是可以直接让你的 就是NFT 拿到放在你的钱包里面 对又或者 接下来未来 他也可以被放在 其他的第三方的平台上面 去做销售或怎么样子 这些我们后面 应该说JCOS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他们持续有在做这样子 那重点还是去把那个门槛去降低 对 让他比较好的去取得这样子 好来谈谈下一步 刚刚袁康其实已经有透露 Jason从一康开始就想得很远了 所以现在已经在准备下一个计划 除了探权交易之外 你们预计还会采用哪一些方式 实践永续 或者是在探权这个议题上面更进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其实跟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创生团队 对 一直都有在做讨论 对 那不管是说像跟新竹湖口的牧座达人 或是 我们节目也有采访过 对 或是台南官田 官田乌鲸 这个品牌 是 对 我们还没有采访过 但是我们7月初 还是这个月 7月初在台南办活动的时候 邀请到他们 把菱角壳 转换成燃料 那 他们都做非常多的 很多跟循环经济相关的东西 那甚至在台南 我们有认识一个团队 叫做 他们用海里的废弃渔网 海废 来去回收之后 重新做成眼镜的竞价 对 那我们都 有有有有有有 他们之前有在 应该也是在得着几支 没错 那等于是 我们会跟这些品牌 再去做进一步的合作 推出像我们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联名的一个商品 甚至共同一起去经营 某一个特别的项目 这样子 蛮聪明的策略 可是像花莲呢 你们刚刚有讲到在 跟木作达人要在花莲做什么 可以讲吗 还是还不能讲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 木作达人 稍微的简介一下好了 也帮忙伙伴广告一下 就是 他们一直在做的是 回收所谓的废木料 现阶段在虎口那边 回收废木料 烧成木炭 那把 木头里面的水分 这个东西叫木醋液 提炼出来 做成各种不同的洗 清洁用品 清洁用品 那因为它烧成木炭的结果 使得它 其实在燃烧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没有二氧化碳排放的 对 它这边其实也会有相对应的 系统在 让它这个整个流程 火烧 但它却没有二氧化碳的排放 其实整个 所以它就有碳权 对 整个是很循环的一个模式 这样子 那这个模式呢 其实被很多地方政府看到 他们希望能够去 在自己的县市去复制 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对 那花莲可能是我们的第一站 OK 那因为回头再讲一个故事好了 国产材这件事情 全台湾一年大概会有 600到700公噸的木头 木材 木材 要被拿来做装修 进口台湾 进口到台湾来 就是我们利用这些东西 这些木材去做各种不同的装修 但是里面呢 只有不到2%是我们自己国家的 自己这片土地的 原生的木材 原生的木材 对 那花莲的林务局 其实他们就很想要去做这样子的推广 因为其实花莲有很大的林场这样子 对 那这是我们未来的另外一个计划 是一起跟着木材达人 我们一起到花莲去做这一方面的 不管是设计也好 或是产品的调整 或是这样这样的东西 然后废料再回收 对 然后再进到那个 对 等于是一整个循环 因为木材达人特 它那个系统是一个 我们可以估计把它想成小型的火力发电厂吗 没错 可以这样讲 那在一个 因为它有 它那个 它其实是把能源固化的一个过程 是固碳 然后这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当你在这个地区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 规划的项目 它同时会增加某个程度的就业机会 是 因为它主要还能产生电 它还能产生电嘛 然后在一些花莲的比较可能偏向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场域 去建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是 我们不只可以做到固碳或干嘛 我们还可以增加地方创生的就业机会 因为可能对于偏乡的一些电力上面的供给 都可以是纳入这个考虑 这个项目里面的 是 那它还可以卖店 把店卖给台店 它可以会有一定的报酬 然后增加当地偏乡的工作机会 然后包括跟固碳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 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它是一个更全面 而且是 对这边更好的事情 而且更有主动性的事情 是 是 好 节目最后要邀请你们来聊一聊 你们创业过程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刚起步的新创品牌 你们想要挑战的题目 不管是绿色 潮流 设计 都是蛮大的题目 那 那第一个想问问两位就是 你们觉得在创业起步的过程中 比别人比较幸运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是比别人拥有哪一些比较多的资源 我觉得用阿康讲的话 好了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 是为一个有爱的家庭 这好老调 这是雷神索尔的那个爱与雷霆这样 爱与家庭 爱与家庭 我开始决定想要做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家里是真的无条件的支持啊 他们两个老人家也就是拿出身边所有的资源 在完全的support你这样子 那我也觉得我在这一条路上 虽然短短没有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有像阿康这样子的伙伴 就是很认同像这样子的理念 然后加入 然后能够一起去努力吧 对 可是创业的船刚下水 伟大的航道才刚要骑航 所以现阶段对你们来说缺乏哪些资源 或者是你给予克服的挑战是什么 对啊 就前面聊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很多 很多个面向老实说 不管是从最前端的 我们给消费者看到的一个样貌 或是后端我们想要做的一些 对土地有意义的一些建设也好 或是project也好这样子 那公司现在算是刚成立 那其实我们也期待有很多的伙伴 能够一起加入我们这样子 对 我们缺乏更多的伙伴加入我们 所以现在在听这个podcast的朋友 如果你们听完以后 有很多的想法 欢迎去上网一下我们的网站 跟我们联络一下 想要加入这个团队 Be the voice not noise 我们会成为声音而不是噪音 今天非常感谢Forestable的两位共同创办人 Jason还有袁康 来到创业新生态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平台都能听见 欢迎订阅 分享 给五星或者是留言评价 也邀请大家来了解Forestable 对永续的努力与倡议 更欢迎新创生态系的伙伴 来信之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新创的能量代表这个世界创新的力量 邀请大家每周三锁定收听 和创业小剧一起共同关注 创业新生态